嗨 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有空就來拍一下 就是Vlogmas這樣子 現在走在路上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家 都有一些聖誕節的裝飾 一些燈啊 或者是窗戶會掛星星啊 然後還有他們有一種蠟燭 就是 就是要這樣排成一個三角形的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看了就很心動 就很想要裝飾 但是因為我男朋友自己住 然後他就是沒有什麼在 過節的 所以他沒有什麼聖誕裝飾 然後原本想要去買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又不好進城裡買 所以就想說啊今年就算了 反正我們聖誕節是去他姊姊家過 然後姊姊家複製的非常漂亮 所以 反正到時候我就可以 過一下聖誕節 的一個氣氛 這樣子就好了 有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男朋友他們的公司 到了聖誕節 就是會提供禮物 二選一這樣子 就可以選自己想要的禮物 然後我們原本以為他們 就是會用包裹房自己 到他們家 就沒有 他們公司的高層呢 就是幾個老闆就帶著禮物 然後像我男朋友的老闆 他就開車到我們家 然後我男朋友自己下去 跟他拿禮物這樣子 然後還拿了 這麼一大袋 的糖果跟餅乾給我們 然後我們看來就傻眼 哇 也太好了吧 然後 他們給這些糖果餅乾 除了過節的原因以外 還有就是他們公司就有舉辦 就是 一般不是做薑餅屋嗎 他們沒有他們是用巧克力做 巧克力屋 然後就是可以拿這些糖果餅乾去裝飾 然後他們到了聖誕節前就會 票選出 誰的巧克力屋做得最好 這樣子 有這樣子一個小比賽 我就覺得 喔 真的是太酷了 就是還有這樣子過節的 感覺整個公司的氣氛就很好這樣子 那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中有什麼 比較值得看一下的糖果餅乾好了 這個 首先一定要有這個嘛 那個拐杖毯 這我超愛吃的 然後我們已經吃掉四隻了 然後 這個我很喜歡把它就是吸到它 變得尖尖的這樣子 就是從下面開始吃 然後把它就是 吃到尖尖的 然後再把它咬斷 然後再把它吃到尖尖的 然後再把它咬斷這樣 反正就 這個我超喜歡的 這個 這超酷的 這個 這個長得很像牙膏 然後它其實是 可以裝飾餅乾的糖霜吧 我在猜 就是長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要像美妝YouTuber一樣 好像沒有在對焦欸 反正就是 還蠻酷的有這樣的東西 這個 長得超像牙膏的吧 這更像耶我覺得 比起這個 然後它 它就是起司 就是 裡面好像還有 橄欖吧 這看起來應該是橄欖 然後 就是你可以塗在餅乾上面 然後 吃這樣子 這個也超酷的 然後我男朋友不喜歡吃這個 但是我應該會吃吃看 對 就是還有這個起司 然後還有這麼多巧克力 真的很扯 很扯欸 超多的 這不知道吃到什麼時候 一二三四五六 六片 就是 房子四面 然後 屋頂兩面 超多的 然後都是 牛奶巧克力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拿來做烘焙啊 可能可以做成布朗尼之類吧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薑餅 就是薑餅人的那種薑餅 但是 瑞典的薑餅跟美式的不太一樣 就是美式的就是很硬 然後很難咬斷 然後 瑞典的就沒有那麼難咬 然後就是比較會在嘴巴裡融化這樣 我們上個禮拜 還有去她姐姐家 就是自製薑餅 給大家看一下 已經吃到剩 吃到剩兩塊 很可愛吧 這是天使 我們那時候做很多很多的 嗯 不同的 樣式 然後現在剩 剩天使跟 星星 那真的超好吃的 就是 她的 她用的 香料 就是 其實跟我之前做南瓜派 嗯 蠻像的 就是肉桂啊 豆 不是豆蔻 冰箱 然後 薑粉 然後還有 就是一些其他的香料 這樣子 這已經 被我們吃到 沒了 我們那時候做了快兩百塊 最後 還有一個 我很看不懂是什麼的 這個 這個還沒吃 我不知道是什麼 欸 看起來很像 焦糖類的 東西 就是 caramel的 東西 我去問一下我男朋友是什麼 回來了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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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她說這個是 瑞典的 傳統 一種甜點 然後叫 Christmas Butterscotch 還是什麼的 我也不太確定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打開了 然後我想說在大家面前吃一個看看 給大家看一下 小小的 然後 然後就是上面有一些 看起來有點像 不知道是杏仁還是什麼 就堅果類的碎片 這樣子 好 吃吃看 怎麼吃啊 這樣子打開 好硬 很像 這味道我好像在哪裡吃過 喔好黏牙喔 好黏牙 它就是很像 小時候吃的一種糖果 我等一下把 圖片貼在這裡 對就是 的味道很像 但是 這種糖果好像比較硬 然後這個比較軟就是 算咬得動啦 但是它蠻硬的 不知道欸 嗯還蠻好吃的 另外還有兩個 比較常見的 就是 很像 M&M's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 它就是 很薄很薄的巧克力 然後中間有脆脆的東西這樣 蠻好吃的 這個 這個我應該會帶一些回英國 超好吃的 說到英國 我終於要回英國了 嗯 我到 27號 就是聖誕節 結束 以後 就要趕快回英國了 因為我的觀光籤要到齊了 然後 就得趕快回英國 然後 嗯 我記得根據規定 就是最多只能待三個月 然後我快滿三個月了 所以我要在三個月後 才能再回 瑞典這樣子 所以 下次來瑞典 可能有一陣子了 可能應該要帶一些 就是在瑞典才吃得到的東西回英國這樣子 耶 終於要回英國了 然後我剪瀏海了 大家有發現嗎 我自己 到Amazon上面買剪刀 然後 看教學影片 然後 就是還圍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防止頭髮掉在衣服上的布 然後在那邊 鏡子前面這樣子 自己在那邊剪 還行吧 還行吧 不然原本已經藏到這邊了 然後我都已經變旁粉 或中粉 然後就覺得 真的很醜 醜到不行 然後頭髮現在也褪色 褪到布丁很可怕 你看 這什麼 不知道回英國以後 能不能找到就是 比較日系的 剪頭髮的地方 不過現在這樣子就是 比較好整理 就 方便很多 好了 我廢話真的太多了 今天要Vlog的東西 其實很少 但就是我等一下吃完飯以後 會去超市買一些卡片 然後寫給朋友們 家人們 這樣子 然後 嗯 對 大概就這樣 原本是要去 城裡的書店買 但是又覺得 現在疫情那麼可怕 然後 到了城裡 人很多嘛 然後 之後聖誕節又要跟 就是 男友的家人們聚在一起 就覺得 不太好 嗯 所以就是 想說附近的超市 有看到幾張蠻可愛的 那個卡片 就 買那邊的卡片就好 所以等一下帶大家去超市買卡片 好 那我們 進入Vlog 進入Vlog 好可愛喔 他們又賣這種 可以做薑餅屋的 一個set 好可愛 全好卡片了 嗨 現在是隔天的下午三點 一個不小心就這麼晚了 昨天因為回到家以後 好累 然後 就 沒有寫卡片 現在要來寫卡片了 昨天挑的這些 有一些是 特別 特別 特別醜的 我看一下 這張特別醜 他寄給 就是可以開玩笑 朋友 然後 有一些很可愛的 這個 鳥的 然後 good you 就是 聖誕節快樂 you 是聖誕節 然後good就是 good 就是 祝你有個好的聖誕節 然後 還有 比較可愛一點的 我覺得這很可愛 上面有馬 然後 對 裡面就空的這樣子 其實蠻貴的欸 主要貴是貴在郵票 我總共 總共花了 台幣一千塊 總共花了台幣一千塊 來買卡片跟郵票 好啦 就是心意嘛 對 然後 現在要來寫卡片 昨天在超市買的郵票 好 就是覺得還蠻可愛的 看到嗎 然後 一張是 22 瑞典克朗 台幣換算一下是多少 然後 就普通啦 就蠻可愛的 在超市買的郵票這樣子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 Priority的這個貼紙 對 好 想到郵票就想到小時候 媽媽曾經 就是 幫我 開啟了一個郵票抽集的 然後後來包去拿 好 寫卡片 寫卡片 它這個 畢竟超市買的卡片 這個就是 卡片關起來之後 這邊會凸出來 讓我覺得好放 很想剪掉 但是我怕自己亂剪 很瘦 先不要剪好了 作片子的 作片子的悲哀 就是 寫卡片會印到 印到那個 就是會這樣一直印過去 好煩喔 點一張紙 寫好一張囉 第二張寫完了 已經過了35分鐘了 加油 第三張 好了 好了 寫完第三張了 我的手太久沒寫字 超酸的 寫完這張應該要休息一下了 因為我總共有8張要寫 然後寫了3張了 現在是第4張 我寫了4張 我寫了4張 這是寫給同一托阿 人的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的 然後還有一些家人跟朋友的還沒寫 我找時間寫 不一定錄 然後 接下來我會拍 就是去寄信的時候 到時候見 掰掰 嗨大家 現在是 兩天後 我終於把卡片寫完了 然後 等一下就要去寄信了 耶 好多張 但是 現在外面在下雨 好討厭喔 唉 沒辦法 再不寄都要過年了 包成這樣子出門 才會暖 不然真的超冷的 然後 瑞典跟 大部分的西方國家一樣 就不喜歡撐傘 然後 我本來也就是一個很懶得撐傘的人 所以就 戴個帽子 就出門 好 寄信GO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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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了 超累的 今天的雨真的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 然後 可是它又不是像台灣下的雨那種感覺 它是很密集的毛毛雨 然後 有點像就是保濕噴木噴在臉上的那種感覺吧 但是真的超冷的 然後 臉很濕 整個毛毛都濕了 然後 這支影片上片的時候 應該是 聖誕節前 一兩天 希望不要拖到聖誕節當天 然後我會再做一支 就是聖誕節大餐的影片 那 那個 就可能會在聖誕節之後才會上 然後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